每年4月下旬是墾丁海域珊瑚产卵的季节 用实际行动关怀海洋 啃管触发起进滩活动 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 一起来恢复海岸原有的美景 大家一边朝着那个塑胶类 不能够分解的垃圾为重点 避海蓝天 周末假期不空过 不为炙热阳光 民众手拿着塑胶带弯腰捡起垃圾 既然我们都是生活在海边的孩子 然后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对海边的一份义务 每个人都只是去玩水 都没有去捡垃圾 所以就是觉得很可惜 所以就参加这个活动 除了淨滩还有一群人 潜水装备齐全 亲身下海捡食海中垃圾 每年4月下旬是珊瑚产卵的季节 啃管触因此发起了一系列珊瑚州活动 邀请民众透过实际的付出 认识海洋生态 也传达珊瑚保育的重要性 藉由保育类动物的一个宣导 那另外就是近海近滩的一个活动 共同来按宣导来爱护我们的一个海洋 守护环境需要你我参与 护海近滩大家一起来 让海洋恢复原有的美丽生态 带来新闻张一剑王昭中屏东报导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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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